正在日本訪問的台灣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說 台灣人民是台灣人,不是中國人 他說如果當選總統,願意與北京對話 但北京必須正視台灣人的民意 陳家珍報道 謝長廷去到母校京都大學 同昔日教過他的教授永浦 他以日文演講半個小時 說台灣主權獨立 台灣人民就是台灣人,不是中國人 他指台灣人對北京當局在國際上孤立台灣 又用飛彈對準台灣越來越反感 他說如果當選總統願意在台灣主權獲承認的前提下 進行兩岸對話 但北京必須正視台灣人的民意 謝長廷又縮請日本訪後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立法保障與台灣關係 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道